東夫 直慶 講香港的鼠華問題 套用一句潮語 真是大瘋 我知 大瘋即是形容些事 超誇張 超誇張 爆誇張 港府滅鼠不力 平均滅一隻老鼠 使一萬元公帑 怎知滅鼠滅鼠 越滅越多老鼠 不是大瘋是什麼 大廢 講得沒錯 港府又紅外線 又夜視鏡 又熱能探測 說要偵測鼠中 大哥 莫講那些是老鼠 不是鐵血戰士入面的predator 他們在哪 我肉眼看不到他們 再講 即使裝設備 港產官僚都是 熱能探測 亂治大街大巷 無視老鼠溫床 市民香港鼠患問題 又有什麼辦法 不大瘋 大泛濫 有在東涌開設中醫館的觀眾 向東夫反映 他說店所處的街市 滅鼠工作 就是做得非常差 那些老鼠周圍出沒不得 還入侵了他中醫館 嘔爛桌桌 等等 藥價不再趕 就連藥材都不放過 嘩 繼群鼠拾珠殼 拾完珠殼又轉口味 吃冰鮮雞之後 現在就連藥材都開了 真是外用轉內服 深曉另類固本培園養生之道 喂不是啦 嘩不是那些 不是普通老鼠 而是西遊記入面 偷食香花補足的 金秘白毛老鼠精 港官用紅外線 夜視鏡 熱能探測 當然看不穿他們真身 要用金晶火眼 不知要添置金晶火眼 又要花納稅人多少錢 就住老鼠入親街市 播及中醫館 東夫去實地了解 視察中醫館所處街市的衛生情況 以及滅屬工作執行成點 但不視察猶自可 一視察又是被那種連責任都外判的官僚辦事作風 激毒罰都有火 大家看完就會一清二楚 事不宜遲 東夫 各界職認 行於超過50年的註冊中醫師許先生 早前就向東夫即應申訴 說自己被街市老鼠迫遷 事源他在2018年租了 盈東街市24號鋪位 作為自己的第二間中醫館 但就被滅屬不力的港產官僚承租商 間接令他的中醫館變成老鼠樂園 初初開過半年 都很多人來買菜 很多人來看證 但後來漸漸人看到有老鼠 有老鼠的病人去怕 有時我看證的時間 都有一隻老鼠在腳上走過去 後來因為老鼠來多 我將大部份的病人調過去 我們另外一間醫館去看 後來我一個星期來三次 營業時間減少 營運成本由年年增加 許醫師決定在今年7月結束營業 臨走前再看看店裡 老鼠的痕跡處處可見 最大的老鼠 好像小隻貓仔一樣 有時老鼠會在這裡追逐 尤其是晚上會見到老鼠 整地都是老鼠在這裡跑來跑去 後來我們的肉材都沒有放在那邊 主要是吃個…好像這個架 肉架這樣會咬爛 前面有一枝彎彎的木 這樣黏到這枝 整條木 這枝彎彎的木 這枝彎是老鼠 他意思慘受老鼠出沒困擾 東夫亦訪問了街市內的其他商戶 見過老鼠有 肯定有見到的 如果是平時有人在那裡 那些就少出沒了 如果是晚上 上閘、下閘 有時我們做 我們做了夜 會見到有的 那麼多坑渠一定有老鼠的 不可能沒有的 我們這邊很少 我不知道那邊有 我來這邊也是 我就可以吊點花 如果你擦頭 人家的老鼠摔來 嚇壞人的 大哥 你沒見過真的 把老鼠摔下來的 東夫亦問過當區的區議員 他表示 盈東村附近 有地盤、垃圾房等 容易野老鼠出沒 過去都不時會收到街坊的投訴 盈東街市的開業 差不多六年左右 過去都收過有 見到街市老鼠的情況 最嚴重的時候 應該是2022年的上半年 那些老鼠版 其實每晚都捉到很多老鼠 我們差不多下半年的時候 找了不同部門做了一系列的跟進工作 情況到年底的時候 其實已經有些改善 原來相關單位已經做過一些事情 我們就去醫師的投訴 向房署查詢 對方回應 盈東街市的管理由整體承租箱負責 會定期放置老鼠藥、老鼠籠和黏鼠版 房署又表示 已經要求加強日常清潔和防鼠措施 又會分享創新科技給承租箱 偵測老鼠的中職 同時制定合適的滅鼠措施 至於攝氏的承租箱 混雜策劃有限公司就暫時未有回應 港產官僚經常避招 將工作外判 就連責任都一起外判 究竟滅鼠工作可不可以 只靠要求承租箱 加強清潔防鼠措施 分享創新科技給承租箱 噴噴口水以慢打快 就可以成功滅鼠呢? 用老鼠膠 在我們專業來說 輔助性質 第一 老鼠膠的品質 貼不貼到老鼠呢? 貼什麼老鼠呢? 如果放在地上 貼了一些所謂溝鼠 未必貼到 如果你放了幾天 補了層 又未必貼到 第三 你擺個位置 擺得不好 又未必貼到 一般做這些工作 不是專職去做 做清潔啊 做啊保安啊 變成他們沒有一定的經驗 隨便交了差 放了一些老鼠離好 老鼠交好 老鼠流行就算了 沒有一個很有系統去跟進 最初有 那時已經要關注認真去做 如果到熱正熱多時 你去控制的時候 就難度高些 所以不要在頭上見到一兩隻 就不多點理 鼠患問題纏繞香港多年 和食環處滅屬Yahoo 港產官僚沉聚於口水滅屬 有著莫大關係 射封鎖及坊間有養學養 莫害都迷惑不深啊 要數港產官僚滅屬球鬼旗的經典 怎可以不提食環處 在全港19個分區 或設50個監察點調查鼠患情況 但去年竟然爆出大埔沒有老鼠的說法 被市民恥笑捉不到老鼠當母 從害管理專家更加直接打臉 質疑有人將鼠利放錯位置 直言老鼠沒有可能歸零 根據食環處公布 計及活鼠及死鼠數字 該處去年共檢獲約9萬7800隻老鼠 較2022年檢獲約7萬7200多 值得留意的是 該處指2024至25年度 會在全港各區採取防治鼠患措施 包括繼續在各分區進行夜間滅屬行動 持續使用新技術、工具和鼠利 在合適地點更廣泛使用T型鼠利盒 以及在更多公眾街 涉及垃圾收集站 試用酒精暴鼠器和黏鼠版 說到好像很努力 那究竟香港哪一種真正沒有老鼠呢? 倒數3秒 3、2、1 答案會不會是禮賓虎? 說不定禮賓虎也有老鼠呢? 大埔沒有老鼠 說那個都真的要具備一定程度的愚蠢 因為他試圖帶領坊間思考 港產官僚滅屬是得淡笑 還是大細超? 其實說老鼠似人就快成精 就是一點都不為過 實驗室用白老鼠做科研 就是因為他們和人類基因高度相似 好像網上流傳這段片一樣 鼠大哥不再洗豬殼 都不再入冰鮮雞 他們選擇對啤 嘩!你看他!你看他! 喝到有個啤酒肚腩仔 奉勸喝酒都是適可而止 如果不是像相中這隻一樣 斷了片就這樣 撈在食肆餐桌上面 這話多麼無疑 多欣賞你這份 死老鼠當前都不忘 保持sense of humor的態度 我想你呢 若然好像以下片段這位哥仔一樣 去尖沙咀重慶大廈 正想買些indu東西 嘗嘗味道之際 突然間有隻五星級鼠廚走出來 和客人現面四嗨 相信你就算自身現場 都不會被客側咯 看來隻小鼠都很有儀態 打完招呼 沒什麼事 我先進去做事先 接接接接 不像以下這段片 他的同類感 很不斯文咯 有網友報稱在日本旅遊期間 目擊群鼠轉動 忙於賺食的場面 Iji-ni-san-you-go 說我數都數不行 曾經有朋友去大阪自由行 或入夜之後逛街街 一隻老鼠都見不到 其實港人由日的逗留日數 多數十隻手指數得完 你試下stay耐些 或下次去新宿歌舞寄丁看看 爆你有另一番體會 只不過你這樣把日本鼠患問題對出來 恐慌本地那些喜歡把責任 演繹成niability的官僚 就會有東西好賴 搬出臭蟲論做擋箭牌 滅鼠不知道會不會更加爛爛 你的擔心不是沒有原因的 尤其港官過去曾經搬出 香港市區老鼠比外國野鼠聰明 你舉出越多外國情況出來嗎? 有班人的niability就越有發揮空間 說實話 高官不是用追女孩來比喻 爭取世界觸目盛事來港搞的 據我所說 滅鼠才是有如追女孩 喂 你不會是想透過淫屍 導出追女孩 無非是龍生龍鳳三鳳 老鼠的兒子會打動嗎? 當然不是打動 你想追的女孩不肯被你打動 你怎樣叫成功追到的女孩 老土都要說一句 滅鼠等於追女孩 膽大、心細、面皮口 膽大、心細不細解釋 我都明白 但講到面皮口 大部沒有老鼠 賣夠了面皮口 不肯接受老鼠 不可能歸零的現實 這些是面皮搏不耐擊 肯承認香港無處不老鼠 才是面皮口 有沒有搞錯呀 公立醫院都現鼠中 是很彌補的 唯有加強滅鼠工作 那又是 解決問題的第一步 就是承認有問題 即是滅自己威風 面皮薄一點都做不到 也是那句 滅鼠唯一法 肉嗜則不達 港產官僚滅鼠不力 不用問責 全港老鼠還發達嗎? 今集東呼即應時間差不多 大家有什麼申訴 記住致電我們爆料熱線36003600 讓我們第一時間和大家東呼 即應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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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